H7N9中国新增酒粒 专家说人传人早晚问题 对你们来说影响严重吗 就大家没关系 看到新闻在报道那种的 就算不错 竟没有怎么样 他们看到的酒都完了 中国昨天新增浙江五人 江苏三人 上海一人 感染H7N9情流感 累计确诊72例 其中14人死亡 由于目前推断传染途径为情传人 因此能委会昨天宣布 6月17日起 全面禁止市场获勤宰杀 贩售 我们的公告内容 对传统市场这一块 我们是一定实施日期 是在今年的6月17日 就开始禁止全国性的 就把禁止传统市场内 这个屠宰积压了 79个屠宰场 其实已经都互布在各县市 西木法第29条的推定 以下依告 依告最后还要公告 但是摊商则是大骂政府 土地屠宰场 被摊商去死 那像台湾也没有案例出现出 真的是激发生的 你真正发生的时候 好 那我们概念 我们是 就会慢慢地去进步感染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国际的趋势 我们会把这个慢慢地备除掉 国际居民期刊自然 昨天比较H7N9与H5N1两种 禽流感病毒 认为H7N9快速传播 不容轻呼 而中原院士赖民赵分析 H7N9病毒持续变异 人传人只是早晚问题 我们所有的这个书面的作业 都王堂这边所有的 都完略了 那就等那边寄过来 我还是讲一下很紧 很快 但是到底都快 才叫很快 我们现在四目以待 而农委会上周三派家 为所渡商礼食会 赴中国了解疫情 结果昨天记者会说 到上海一天 只搜集到有限的官方资料 是不是房检局怕是不敢去 我觉得我带回来的资料很少 可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董经文 综合报导